海警陆地抓捕突发意外 传统他们决定强行靠帮 肆意倒彩海沙造成的危害超出想象 巨额利润的背后是庞大的利益链条 这是2020年6月5日上午10点多钟 福建海警展开的一次抓捕行动 警方之前得到的情报显示 嫌疑人会聚集在11楼的一个房间里 然而当侦察员进入房间之后 却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难道是先前的情报有误 就在同一时间 福建长乐以东海域 另一路海警的执法船 已经锁定嫌疑船制 正在等待专案组下达抓捕指令 我们要抓这些跟我们陆上的行动 全部开档 因为我们陆上一抓 一抓完之后 我们海上也要全部行动 船也要抓到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 2020年中国海警 闭海专项行动中的一次组织抓捕 像这种陆海联合的抓捕 各行动小组必须紧密配合 一旦出现了失误 整个计划都将前功尽弃 那么这次行动会顺利吗 现场办案人员发现 嫌疑人在同一栋楼的 11层和12层同样方位 各有一处房间 嫌疑人也许是在12层 随即办案人员赶到12层的房间 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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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一个个把你们有身份证拿身份证 现言通知进步一下 我们重建海警局的 陆地上的嫌疑人被抓捕之后 执法船上的警察 也接到了实施抓捕的指令 执法船加速 朝着目标海域的嫌疑船指示去 当时发现他的时候 这艘船正在抽杀作业 船上有大量的水 在往外排 那这个时候我们远远看 就可以断定说他这时候正在抽杀 福建海警所定的是一艘 涉嫌非法踩沙的踩沙船 这艘踩沙船没有屠刷船名船号 无法分辨船的归属地 此刻风大浪急 在看到执法船后 嫌疑船只不但没有减速停船 反而加速逃离 一直跑 一直在迂回地跑 边跑边卸杀 一直在躲避我们的这个追击 海上抓捕行动远比预想的困难 二十分钟过去了 执法船一直紧紧咬住嫌疑船只 从冒出的黑烟判断 这艘踩沙船开足马力逃窜 船头的传送带也在不停往海里 卸海沙 他们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一直往外跑 这个发动机 它那个烟 黑烟冒得很大 然后前头传输带 然后沙子一直在卸 只要沙子卸得越多 船底越轻 它速度就会越快 半个小时后 执法船终于贴近嫌疑船只 然而风大浪急 执法船很难靠近 四刀一 四刀一 两船有时候靠得很近 然后这个手浪就更大 要跳帮 要靠近他们的时候 我们需要减速 才能稳稳地贴上去 但是他们趁我们减速的时候 瞬间又加足了马力 继续逃窜 就在执法船减速 准备靠近嫌疑船之时 嫌疑船又加大马力 继续逃窜 执法船再次追上了 嫌疑船只 强行逼停 海警队员寻找时机 准备跳帮登船 他船度会比较大 船比较高 但是他船上又没有栏杆 对我们靠弯的时候 难度就很大了 没有一个左力点 就不好上 在两船靠近的瞬间 海警队员冒着危险 强行跳帮 登上了嫌疑船只 最后海警又控制了 其他几艘嫌疑船只 虽然抓捕过程惊险 但是行动任务圆满完成 海警队员在海上抓获了73名嫌疑人 陆上抓获了17名嫌疑人 现场查扣踩沙船 运沙船等9艘嫌疑船只 查缴2万多吨海沙 警方初步查明 这是一个涉嫌盗踩海沙的特大犯罪团伙 涉嫌盗踩海沙累计达到了5000万吨 案值超过了20亿元 这样的一起特大案件 又是怎么进入到警方的视线的呢 2020年4月28日 福建海警接到中国海警局 东海分局的通报 在江浙沿海一带建筑材料市场上 发现大量的非法海沙 而这些非法海沙的源头 很可能是从福建海域运活来的 为这块的市场 他们建筑右沙 市场需求量比较大 所以说到达海沙 这些运往的最目的地 基本上都是往这几个地方 海沙不仅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 有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海洋矿产资源 在我国分布广泛 储量巨大 对于海洋来说 海沙它是很多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一个基础 是它们就是产卵 繁殖 捕食 然后成长的一个场所 这些年 陆地杀矿的资源逐渐减少 倒采海沙的犯罪活动开始猖獗起来 在巨大利益的趋势之下 很多违法分子倾而走行 海沙被大量采掘之后 就会破坏海洋底床 破坏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会导致部分以沙制海床为基础的一些生物 大量的消失 一旦海沙大量流失 海洋生态环境便会造成破坏 而且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 现在的海洋生态环境的形成 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 并且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状态 达到了一个平衡 但是采拉活动打破了这种平衡 因此它的恢复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 我国对海沙的开采有着严格的规定 未经批准严禁盲目开采 盗采海沙 然而很多违法分子看中了 挖掘海沙这个无本生意 随意乱采 谋取暴力 盗采海沙是没有成本的 我只要有一条船 我就可以到海上随意地去盗采 所以他们成本是先对比较低的 违法分子一般都会对采沙船 进行非法改装 加大西沙泵的功率 加长西沙管的长度 第一个改装就是改装它的马力 还有第二个就是改装它的抽沙的管子 把西沙管也焊接加长 再往更深的海底去抽 破坏地下海底这种生态环境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是采沙船的西沙管 这个西沙管是一直延伸到海船 机器启动起来以后 它这个西沙管会将海船上的沙子 贝壳以及一些海洋生物都通通的抽取上来 抽取到船上的过滤管 这根管子 你看这根管子 然后现在我们往上走 海沙吸上来以后 我们通过中间这根主管道 然后将海沙跟海水的混合物通过这边的过滤网 然后进行清洗过滤 像正常的海沙都通过这个过滤网直接流下来了 正常的海沙都通过这个过滤网流下来了 然后剩下的一些贝壳类 以及大件的那个固体垃圾 就通过这个海水直接冲回海里 这种彩沙方式十分粗方 把改装过的西沙管放入海底后 大功率的西沙泵 会将海沙以及海床上的所有动植物 不假选择地扫荡一空 近年来就是因为这个建筑用沙 市场需求量有大 然后力动空间非常非常巨大 然后他们就选择说 趁这个时候能赚快钱的时候 他们是挺要走选的 排查蹲守 嫌疑人浮出水面 这座船也没有开AIS系统 他哥们说到财海沙来的海沙 他是卖不出去的 沿线追踪 幕后老板献出原形 他们每天走的这个销售网络 也是非常很广 避害行动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庞大的市场需求 以及巨额的利润 是有些人非法到财海沙的重要原因 不法分子在海上流动 踩沙卖沙 没有固定的区域 监控起来难度很大 这也使得这类犯罪活动 长期以来 难以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这次福建海警局 在接到中国海警局 东海分局的通报后 立即成立了428专案组 展开侦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线索经营后 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 有多艘来历不明的踩沙船 在福建连江附近的码头 靠岸补给 倒踩的一部分海沙 就被印完了那里 同时他们船只从海上 回港以后 也是在内带进行补给的 连江县地处福建东南沿海 境内有多个码头 可以停泊大型船只 办案人员对这些码头 重点进行了调查 在摸牌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其中有一个沙潭的码头 沙船的往来比较平凡 因此我们就加大了蹲守力度 高堂码头位于连江县东南部 每天进出码头的船只有很多 不少船只会在此靠岸不及 在码头附近调查时 办案人员发现 周边有多个非法的沙场 为了查清楚这些沙场的海沙 都是怎么运来的 办案人员在沙场附近 进行了蹲守 发现了很多有很多沙场 那这些沙场的沙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段时间的蹲守后 办案人员发现 除了有运沙船给沙场攻沙外 一些采沙船在靠岸补起时 也会将海沙运往这些沙场 而且这些采沙船的船名传号 都被涂抹 无法辨别船的信息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这些采沙船真正的幕后老板 是不会和船员联系的 他们往往通过中间人招募船长 再由船长招募船员 一般来说 普通的船员 甚至船长都不知道 船只真正幕后老板是谁 至于盗采的海沙运到哪里 和谁交易 都是由专人负责 老板都是隐藏在幕后的 他通过手下的马载 进行遥控指挥 整个团伙是成一个金字塔形 越往上 接触的人越少 这个时候 如果贸然地对这些采沙船 采取行动的话 往往会打草惊蛇 海上作业三到五天的时间 就会回到岸上进行补给一次 因为船上的油料以及食物 只够他们维持三到五天时间 每当采沙船 需要靠岸补给的时候 船长都会和岸上的补给负责人联系 办案人员决定 继续在码头附近进行蹲守调查 看看他们都会和陆地上 哪些人进行接触 他们主要是采取这种 有种单线联系 或者是说 他利用这种一些 比较隐秘的联系方式 去对接 去指挥调度 最终 办案人员在码头的北侧 发现一处可疑的沙场 这个沙场紧挨着一处船舶修理厂 经常有大型采沙船 在这个地方靠岸补给 2020年5月3日一大早 一艘可疑的采沙船 进入高堂码头 在这处可疑的沙场附近停了下来 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它这个吨位比较大 大概4000吨 是一艘大型的采沙船 这艘船一直没有开AIS 按照规定是要开AIS 这个船舶识别系统的 而这艘船没有开 就是比较反常 到了下午4点多钟 一辆车牌号为敏义 尾号是197的白色越野车 使劲这个可疑沙场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直接上到了这艘采沙船上 第二天补给完后 这艘采沙船离开了码头 四天后又有一艘可疑的采沙船 来到这个地方靠岸不及 东卫大概也是4000吨 也出现了在这个码头 跟第一艘采沙船一样 这艘船也没有开AIS系统 在采沙船靠岸后不久 这辆可疑的白色越野车 再次出现在沙场 并和船上的人进行了接触 办案人员分析 车上的人应该是幕后老板 与船长联络的中间人 这个人是比较重要的 他起到一个承接 那个采沙船跟老板的作用 他通常是老板比较亲信的 手下或者马载来做这个事情 对白色越野车的调查显示 车主是一个叫林强的人 这就是林强今年33岁 福建省连江县人 林强他是连江本地人 主要做的就是一些海沙的交易 以及船舶的买卖 这样的一个身份 在对林强的情况分析后 办案人员判断 林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购买上千吨的采沙船 不过林强经常与他的堂哥林明在一起 林明之前国外做生意 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这就是林明今年34岁 也是福建连江人 在巴西那边是开超市的 做生意 回国之后就没有正当的工作 在对林明调查后 办案人员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他必须要掌握销售海沙的途径 如果说没有销售海沙的途径 他根本就是盗产上来的海沙 他是迈不出去的 林明的姐姐林某霞 有过非法盗财海沙的前科 林某霞今年43岁 2019年曾因非法盗财海沙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当时他正处在缓刑期间 林某霞这个人 对于盗财海沙是非常有经验的 很多人都知道他 正好 我们应该ije 回到准备了 最后一位 有很大的 平均 可以 了 我 var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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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摸清了嫌疑人林某霞 林明 林强等人的情况 以及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后 专案组对他们名下控制的非法踩沙船 以及和他们交易的运沙船开始布控 在掌握了所有的嫌疑船只的行踪后 2020年的6月5号 专案组分别对陆地和海上两个抓捕组下达了抓捕指令 这也就出现了节目一开始出现的执法画面 陆地抓捕组在连江县的一栋公寓里 抓获林某霞 林明等5名主要嫌疑人后 海上抓捕组也展开行动 当天在海上共抓捕了73名嫌疑人 查扣了9艘踩沙船 这是办案人员在现场查获的账本 我们看到近2019年1月份 一艘船名安达4679的踩沙船 非法踩沙收入就达202万多元 纯利润达到147万多元 基本上投资一条沙船三个月就可以回本 都是现金交易的 他们没有任何欠赞 在审讯中 林某霞交代 自从2019年因非法踩沙被判缓刑之后 他本来不打算再做了 他原来积累下来的很多客户 一直找他们买沙 他们觉得说如果我不做 那别人做了 以后他再想去做这个事 盗踩海沙事情他没有客户 所以他们又想着说保持这条线 一直想着去维护这些客户 由于林某霞之前在盗踩海沙时 认识了一些船老板 这些船老板也愿意把自己的彩沙船 交给他来经营 主要就是因为他到彩沙的流水 这些很大 都获得的力量非常的大 在业绩里面打出名声之后 很多人也愿意把这些彩沙船 挂到他在这边经营 于是 明知自己还在缓行期间 林某霞还是不愿意放下 这个赚钱的路子 他找到了弟弟林明 想让林明出面和客户联络 他在幕后指挥 林明答应了姐姐 林明又找到了堂弟林强 让他具体负责船只的调度和运营 就这样林某霞等人用掌控着的 15艘彩沙船 在海上疯狂盗财海沙 之后利用熟悉的销售运输网络 大肆售卖获取暴力 盗财海沙它其实是一整链条 就盗财运输 包括销占这块 它这个环节是还完先扣的 目前对案件涉及的其他环节 警方还在进一步的深挖中 林某霞 林明 林强等人 因涉嫌非法采矿罪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 请到的嘉宾是 中国海警局执法部 行政执法处的李春林处长 你好 李处长 在这个案子当中的嫌疑人 从事非法盗财海沙 因涉嫌非法采矿罪 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 但是可能很多人 对这样的犯罪类型 不是很熟悉 那么像这类犯罪 我们国家在法律上 是怎样规定的 通常会受到怎样的惩处 根据我国刑法第343条 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 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 开采海沙 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构成非法采矿罪 最常见的量性标准就是 盗财海沙的价值 在10万元至30万元以上 像这个428这个案件 它盗财海沙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 一旦构成非法采矿罪 根据刑法规定 情节特别严重的 可以判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举期徒刑 并处罚金 海沙是一种海洋的矿产资源 但是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海里那么多海沙呢 我们开采一点 没问题吧 需要这么严格吗 盗财海沙 确实对这个海洋环境 和海洋资源的迫害性 是非常大的 你像我们虽然平时 从海的表面上 看不到有什么变化 但实际 频繁的盗财海沙 会对海底这个水动力 和海底的这个生物资源 造成严重的破坏 进而影响海洋生态环境安全 和这个海洋生物资源的多样性 如果我们在靠近近岸 或者海岛再实施盗财 还可能引起岸线侵蚀 海水盗贯等灾害 那我们国家对于海沙的开采 有哪些严格的规定 首先我们在这个海沙 在这个开采区域上 使用资源资源部门 在对海域使用 进行充分论证 和海洋环境影响 进行评估基础上 合理确定这个开采的区域 在这个海沙开采监管上 就是取得这个采杀权的人 必须严格遵守 有关规定 依法依规开采海沙 不得超范围开采 也不得随便改变海沙的用途 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知道了 非法盗财海沙的行为 对于海底生态环境的破坏 是不可估量的 属于有关部门严厉打击的行为 目前中国海警局联合相关部门 正在展开 碧海2021专项执法行动 对稻采海沙 海洋废弃物倾盗 海洋野生动物保护等 八个重点领域的 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进行重点打击 让我们共同守卫 蓝色疆土的碧海蓝天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处长做科研博士 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